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回到新任偷仙 齋屎Sir又在 講完麥兜 講多一點麥兜 因為他很喜歡麥兜 不是啦 很多人都喜歡麥兜 麥兜他又有誇張好玩 又有知識的含量 但那種幽默感又挖苦香港人的無力感無奈感 給一些強權 用軟性方式壓迫 好像春田花花校長一樣 但校長自己又被人壓迫 你明白嗎 這是很容易體現香港 如果你畫得更好 譬如翻譯 你可以賣行銷東南亞 製造另一個所謂港產荷里活奇蹟 港產漫畫奇蹟 給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或者國內 所以國內都有人看麥兜 但問題就是慢慢搞到一個地步 你那個創意沒有了 我覺得這個悲劇大一點 我真的想說 為什麽加迫這幾年會跌跌成這樣 因為如果你上網一看 你發覺其實是有跡可尋的 之前除了幫那些機電柱畫畫之外 另外就是他最近去年9月那一出都被人談 開始那個創意不足 即波羅有王子之後 即波羅有王子之後 是的 那些意識創意不足 這個就是 其實你就是 應董建華那句 怎樣與時並進 與時並進 你真的一定要緊貼的時代 要緊貼的時代最新發生的事情 所以為什麽80後你要過去看 你才明白 但我又沒有同意你才說 他沒有創意的事情 其實你看《蝙蝠俠》看這麽多集 都是沒有創意的 那這個美國來的問題 不是等於代表證明什麼就可以了 問題是你看他太過與時並進 反過來 譬如最新那一集說 上武當去練武 待會就說參加奧運 你看到他那種 嘗試融入所謂的社會 就太過走入他的建制 沒有當初麥兜那種 稍為離開 世外一點 是的 不同的 所以他一定是面對失誤 當然我要很承認 你說成本上漲等等的問題是問題 但與此同時 他不是賣來賣去 賣公仔 賣杯 賣錶 賣什麼 我老婆都賣到窮了 都是那些東西 是的 你那班是中心粉絲 現在80後有多少人幫你買飯 你都沒有這樣的消費力幫你買飯 這個也可能是那個 是的 承接不到 那班人承接不到 但是 他不是一定要迫著 迫著未遇學 或者迫著 你在任威之下 一定要同時還處懷 其實 其實我 我就有點懷疑 你講到這個位置 我覺得 他默兜默免 仍然可以回到那個小朋友的路 因為香港的教育 經歷過一個很 drastic的改變 做三三四 其實由小學到中學的大改變 那些父母都有很多擔憂 如果你集中那條線畫 他怎樣開到 在這個新的 所謂新高中通識 課程底下 怎樣開到人有通識 用這個角度去畫 其實那裡的水也挺大的 其實是那邊畫 就不需要 經常在幫政府畫 一些毛利沙拿的東西 這個真的要想 雖然我這次引起這麼多人的反感 大家都仍然是愛惜蜜兜蜜 你試一下由那邊畫 由未來的下一代 新香港人是怎樣 畫出來 我們都不相信 新香港人80後之後 到了00後 跌渦 明明了 00後即是97後那批 97後我們怕他們 自小就是在這種愛國教育底下 日日為神舟在那裡喝彩 這種教育底下 我怕他們會跌渦 我現在已經想定 怕二十年後那些年輕人會跌渦 所謂00後會跌渦 在外國的漫畫家 基本上他那個公仔 是很有 他自己的性格 有意識 有意識 有性格 現在走到曾蔭權的位置 我就很擔心他走不出來 其實是很嚴重的 為曾蔭權這樣畫 有沒有利沙拿 有沒有什麼訊息表達出來 回家 什麼回家 曾蔭權是一個chip人 他那些ideology 是chip到無倫 你幫他畫 難道我要做好這份工嗎 那麥兜為何做好這份工 我要麥兜穿好這條褲 剛剛就是劉曉波被判 還有奉政府 他可能有這個意識 可能有這個意識 你幫他解讀 算了 這是你自己的解讀 你幫他正面解讀 是沒有意思的 現在在公共論述的解讀 麥兜就在撐政府 那你就死定了 那些人說只是麥兜 現在暫時沒有麥兜 麥兜也撐政府 就死定了 只有麥兜 麥兜其實根本不是很流行 在麥兜的粉絲 我現在形容麥兜 麥兜的情況是怎樣 他媽媽就變了豬兜媽 正式性格成為豬兜媽 他爸爸就叫兜摔巴 因為入了兜摔功 被人兜摔了一輪 現在麥兜就要進行 千雨千尋拯救父母大計劃 跟千雨千尋一樣 要拯救他們兩個失落的父母 靠他們 我希望80後的年輕人也是 要拯救你那些失落了民主 熱誠 社會公義的 基本信念的父母 不敢出來投票 教會這些年輕才晉 是否要拯救他們的老牧師 又是 我不敢 因為最近80後的鼓動大 就開始揭擊到80後的年輕基督徒有拜人 開始鬆動 在明光社的淫威下開始出來 但這批人為數還很少 但為數很少 我們仍然要鼓掌 他們開始要不滿這些 所謂老一輩 敦氣那款老氣橫秋 就是要教訓你 自己實際上 甚麼都不懂 余達森懂 就是甚麼都不懂 又不達森又不達理 即是怎樣余達森 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問 他都被人改了 他都不太想 他不太想 你都忠於自己的名字 你自己的名字叫達森 你自己的教會叫道顯 你怎樣道成肉身給我看 你80後 你道成肉身怎樣彰顯給我看 你80後 他一段論述你都沒有看過 隨便批人家說人家沒有這個沒有那個 人家罵完你之後 一個很簡單 我們講西方式的學者 有的態度 被人罵完真是 真是發現自己 逐點說叫做糕了 即是我們叫做糕你快過糕 即是說 我們真是蠢 真的糕了 用英文說 這不是粗口 好了 自己糕了 其實很簡單 所謂有風度有grace 就說一句 Oh I'm sorry 我沒有看清楚些東西 一句就搞定了 我就是sorry 我原來沒有看到 我真的很對不起 我們再看再說 你不是 你整盤後忌 繼續罵 即現在是罵馬國明老屈你 馬國明這種正人君子 從來都沒有這樣罵人 沒有老屈過人 他為什麼要這樣罵你 差不多是恨鐵不成鋼 現在是愛你才罵你 你這個人蠢到別人愛你去罵你 你都不懂 你整然就在那裏罵人家 說人家罵人家罵你協逼你 諸如此類 好心你 幾十歲的人都不化 一句就說 他沒有一個所謂掌本的風範 也沒有一個學者的風範 其中一個學者的風範 我想最主要就是 他在資料搜集那方面 非常缺乏 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看公共論述 只會看Printed的報紙 Printed的報紙已經較蠢了你 80後已經明白了 你都未明白 你遲別人15年明白 1995年 當Window 95開始 人家都已經在看著 現在最害怕的一件事 順便 就是高登被何蟹化 現在高登被何蟹化這件事很大 大家不要用高登 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 要高登有 你自己要醒目 好似當年中逸天事件 你會出來示威遊行 以及你出來說 我們大量defect去另一個網頁 退去另一個 退去另一個 你還要在那裏做什麼呢 如果我們聽聞高登已經 逢七六四七一熄燈 那你為何還要在那裏討論問題 因為你去人網 雖然我不是特別喜歡人網 我都覺得OK 去青台 去RTV 去FM101 去哪裏都好 去Facebook Facebook如果又是關你 去罵Facebook 你國際化的Facebook都關我 是不是這樣 這個是我們要做的事 現在的問題就是很嚴重的 現在你看到那種政權的魔爪 是新去網絡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值得找一次 只是討論這個問題 要叫大家的網絡 不同輩的人出來討論 就是這個網絡發展的前途 現在中國大陸 就是不斷去控制網絡 如果香港都繼續控制 那我們的前途在哪裏 是 好 我們今集節目時間又夠了 我們下一集節目再見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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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